美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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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夏天的福建茶 是不是葉片長得非常的光亮 有沒有 還有呢它有一些 黃葉就把它摘除掉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棵樹 還有一個現象 葉片光亮不打緊 還有一些花果 半透明的綠果 還有已經有一點 紅果的一個 半透明的紅果的現象 所以它整個樹 已經達到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趨勢 我們看到每一個葉蟲的分布 各位看到這一棵樹的幹生 是不是很明確 為什麼會這麼明確 因為它裡面的葉子 放在室內 有一段時間裡面的葉子都掉了 沒有行光合作用 就會外圍有葉子 內側沒有葉子 有沒有 這是對的 這才是我們要的 懂嗎 其實有些時候 你放在陽台 它最美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培養的地方 它到它最美的時候 最茂密的時候 拿到室內來 放一個禮拜以後 下位葉內側葉 沒有行駛光合作用 自動老化代謝掉 其實一棵樹的美就是現在 但是差一點點 差在哪裡這一根 稍微一減透視度更好 有沒有 它裡面的葉子是不是掉了很多 拜託 對齁 在室內 OK 對 所以你照顧得很好 因為福建茶在室內第五天以後 它所有葉子都會掉 其實這棵樹照顧得很好 如果 第五天到第七天 應該 我這樣拍 它一些綠葉就 啪啦啦啦 掉很多 因為在室內太久不行 所以 最美的時間點 在室內只能待五天到 最多到一個禮拜好了 好不好 那就已經很好 然後呢 它自己會代謝掉一些枝葉 沒有關係 那很正常 然後 剛好 各位看到這一棵樹透視度 這一棵樹呢 在林模大自然大概四百年到六百年 那我們要林模的情境 因為 它的老態 各位看到 它的根 往上收尾的竹筍斑 從側枝長出來的分枝 有沒有 然後整棵樹的樹向結構 各位這樣看最快 有沒有想一棵大樹 由下往上看 由下往上看 最像一棵 我們小時候在 那個什麼廟的後面 都會去亂爬亂爬的那種 那種型態 所以 這樣的一棵樹向呢 就是很難得的樹材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盆景藝樹在林模大自然的縮影 你要取得好的素材 好 又難成為這樣的素材 就是你要創作 往後 給予它新生命的 一個 百千年老樹的樹向出來 那很重要 所以 一看到這一棵樹 你就會發現說 哇 裡面還有一些 裡內側葉的那些 就再把它剪掉 今天跟各位講這一棵樹 我不是在架構這一棵樹 它是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變成這樣 不是 最主要的要讓各位 能看清楚 開窗以後 看到各個枝幹的 要枝跟帶枝的分野 分到葉蟲分布的位置 然後呢 整個大開放的那種 請盡讓各位感受到 整棵樹的樹向之巨大 你要怎麼看呢 從你們那邊 用這樣看 看這一棵樹 你就會感受到那巨大的感覺 你如果兩眼這樣看 還看不出來 你用 把它框起來 很像我們 有一個拱門 去透視這個窗景 那種感覺 整棵樹的架構 你就會覺得 哇 怎麼會 可以創作得這麼好 好 那等一下擺中把內側葉 沒有掉光的 就把它梳理掉 只留外側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就是 台語 內側外側 聽過沒有 聽過沒有 裡面呢 它的枝幹 是要很剛毅的 去轉折 剛毅要轉折出來 用什麼 修剪 外面很柔順 所以整棵樹的架構 都會達到剛柔並濟 那一種現象沒錯 好 所以 一棵好的樹在你手上 就好好的培育它 然後呢 在春夏秋冬 請你把它紀錄下來 春天 剛好葉子繁茂生開 新生芽 沒有那麼深綠色的時間點 把它拍照 到了夏天 有開發結果 但是呢 是零散的 將整棵樹的透視度 把它展現出來 到了秋天 果實結石累累的時候呢 再將一些葉子拿掉 讓果實呈現它的 秋天要幹嘛 秋收嘛 所以有果子叮叮咚咚咚掉下來 那一種情境再把它拍照下來 所以拿掉一些葉子 果實多一點 那種情境 到了冬天呢 幾乎很消澀的感覺 再將它的皮性的老態 去把它做展現 樹葉 樹的更多一點 好 那整棵樹的春夏秋冬 然後再紀錄一下它 本身 你施了什麼肥 多久會開花 多久會結成果 你要把它做紀錄 做紀錄以後 以後你想展演 你的家裡面 有什麼樣的朋友要來 客人要來 你就知道 什麼時間點要修剪 距離多長的時間 到達你的客人要來的時候 這一棵樹 這棵樹裡面的果實 是達到最完美的境界 樹形創作好了 你就要去登錄它 什麼時間點 葉子全部裡光 三四五天 葉子會長滿 你要記錄下來 你撕了花肥以後 多久會開花 會結成紅果 那個時間 你要記錄下來 那往後你要把這一棵樹 要展演到最完美的境界 就是你的紀錄去做一個 幫它做一個培育的架構 這一棵算是 目前還是很完整的 往後有可能再這樣 跟顯露出來會更棒 那個抓地力的呈現 好不好 那今天福建茶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喜歡 請個 Duluth 咖啡 嘅 請 spit 點 點 李 抻 按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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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